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 加州最大的华人保险经纪公司 华兴保险的总裁张国新 Kenny 跟我们来聊一下 后疫情作为一名员工老板 小市民们应该关心和注意的话题 欢迎您 是的 刚才主持人很客气的介绍 说我们是加州最大 事实上面呢 我比较骄傲的讲一下 是我们在服务华侨 服务侨胞 大概将近40年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服务南加州 大概将近16万个 我们的individual 跟6000多个公司航号 所以说我们相信 我们是这边永不打烊的 一直服务我们社区的一个经济 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再补充一下了 好的 好的 然后在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当然我们要注意的非常多的地方 那在2020年很多人因为在家上班 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出门比较少 所以他们很多人把他的汽车保险的 coverage降低了 甚至于说原来保的全险 甚至把他保成半险 那光是在这个月份里面 我就已经收到两个电话 就是非常的紧张 他因为之前把他的保额降低了 那可是呢 现在很不幸的又碰到这个小小的车祸 碰到车祸以后 他的coverage就只有1万5 3万 他说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甚至于有一个人急得卖房子 因为他出的车祸是造成别人体受伤了 所以在这方面只是提醒所有的观众 这个现在要开车上路 外面马路上面的车子已经很多了 两样东西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把你的liability加回来 要加的越高越好 一定要买鱼三弦 因为现在的物价指数 随便律师要告你的话 他们也绝对不会有3万5万4万 就三百卡修 他们很可能一个诉讼 就是100万来起跳 所以说第一个 你就要先把你的liability加高 甚至于说你的车身弦的话 也把它加回来 全弦把它加回来 之外你要知道 因为有很多冒失鬼 他们现在他们自己本身 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保额没有加高 可是你万一被这样的人撞到了 会造成你自己的车子损坏 或人体受伤怎么办 所以记住要把你的UN 就是对方没有买保险 或者对方保险不够 造成你的损伤的时候 自己保险公司来做自己的理赔 所以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加回来 加高 还有一样东西 所有人都知道 目前买车子很难 到外面去租车子更难 租车的费用 现在都已经是 以前都两倍到三倍了 有一个开玩笑的话 你如果说现在到夏威夷去玩的时候 会突然就发现 为什么马路上那么多优厚 标准答案是因为你租不到车了 实在没有车子可以租了 所以别人把搬家用的优厚都来当交通工具了 那也就是说以前很可能租个车 司机20块钱可以租到车 现在可能租个车子五六十块 那你是不是过去是可能没有想到租车险 现在是不是也去问一下 如果把租车险加回来的话 可能就是加一个月 一年可能加个三四十块四五十块钱 万一碰到了 会租一天的车两天的车 因为就有时候修个车的司机20天 那个费用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所以说再提醒各位一下 谢谢张总跟我们介绍这么详细的 关于我们外出旅行和每天通勤 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知道加州自州长说完之后 6月15号后口罩令的最新规定 是不是真的我们就不需要佩戴口罩了呢 这个标准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标准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 为什么州长说15号以后不用 可是我们又有一个外职业安全局 他甚至出了一个法令 把所有人看得傻眼 是15号开始不用戴口罩 可是这个几号呢 7月1号开始 办公室如果说还没有全部打 预防针的人的话 很可能要戴口罩 而且戴的口罩是N95的口罩 这么一个法令一出来以后 所有人傻眼了 我在想说是不是这欧修的人 跟那个N95的制造商串通好了 我们平常买的就是那种 所谓的医药用的口罩 已经讲话很辛苦了 你要我戴个N95口罩 然后要我再跟在办公室里面讲话 我怎么讲 所以说他们马上又把那地方给暂停 所以17号 17号然后再延离新的办法 那很多办公室的人在问我说 老板到底现在我们该怎么规定呢 我说我来个装傻 什么都不讲 过去是怎么做 现在就怎么做 等到正正明确的规定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新的CDC或者OSHA 或者什么这些单位 他们正确的法则是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官员们 他们也没碰过 所以他们所规定的东西 很可能也是闭门遭居 那我们就是真的 可是做老板的话 又不能不按照法规来做事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公司还是有这个规定 你如果进来掐工的话 戴口罩 那我们自己的人对外面讲话 也都戴口罩 这样的话反正就是多一点的防备 保护员工为出发点 保护客人为出发点 是不会有错的 明白 所以说您也会比较建议 现在正在做生意的这些老板们 和现在正在上班的 就像我们一样打工组 也是同样的 尽量还是可以先照原来的路线 佩戴口罩 对 而且就是说新型的变种 会到底是什么一个变法 我们也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明白 好 那其实经过了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会考虑说是要给自己 配备一份重症保险 或者是人寿保险 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的 过去是 可能每个人谈到保险的时候 直觉的反应是 又要我花钱 或者是没钱 可是在2020年到2021年 政府的很多纾困法案 一直在发钱 所以说大家会发觉说 每个人口袋里面 原来没有闲钱的人 现在变成有闲钱了 甚至有人去买房子的投期款 都是因为家里人多 每个人都拿了一些这些钱 钱以后凑出来十几万 可以变成一个投期款了 对 这种故事做房地产他们常常在讲 好 那你现在有了这些钱之后 真的要考虑到说 我们怎么样为自己退休做打算 或者说万一很不幸的染到重病 怎么办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个人寿保险 就是万一自己活着短 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爱人怎么照顾 然后再来就是万一你今天一下就走了 也一了百了 可是怕的就是怕躲了重症 然后又一下走不掉 死不了 可是又造成需要人照顾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保单 它的设计里面 就是好 你放了一笔钱到保险公司 在这笔钱不管是你买TURN也好 买Whole Life也好 或Index也好 甚至于现在有所谓的 就是一笔钱放进来 因为很多银行里面的钱 现在都鼓励拿走 拿出去 原因是银行的钱也太多了 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去贷款的话 所以对他们来讲增加成本 那反而是保险公司看到了现在的状况 出了一种保单 这种保单就是你一大笔钱 一个定期存款 比如放了10万 25万 好 到齐了放到保险公司里面来 这笔钱你任何时间可以拿出去 今天放进来 明天拿出去 没有任何手续费 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判断 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这个钱一放进来以后 很可能可以增加到你的保额 就如果你放了10万 保险公司可能给你25万或20万 看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年龄 来决定给你多少保额 可是好 给了你这个保额之后 保障就人寿保险保障 之后万一你有碰到了重症 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疾病的时候 你的理赔的金额甚至可以double 如果说原来10万变成25万 可能现在你如果说需要长期照顾的时候 它就变成coverage 可以变成30万 40万 50万 OK 看你的年纪 看你的时机的状况 好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那也就是说你自己照顾了自己 又照顾到自己 又照顾了家人 有这样子 反正现在的保单的设计 都是以最人性化 以最现在设置上最需要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 不管是口袋有足够的钱也好 或者是口袋只有少数的钱也好 这个照顾自己 不要造成别人负担 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想法 所以打个电话给你熟视的保险A军 OK 或者是像比方找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的老朋友了 而且也是你可信赖的好朋友 所以说有任何东西 可以打电话过来问一问 让我们来给你参考一下 以你现在的经济环境 有什么好的产品可以介绍给你 非常详细 针对于我们刚刚经历了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 我觉得买一份适合自己的保险 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任何问题的话 麻烦您致电荧幕上的电话 可以洽询华星保险 了解更适合您的保险计划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保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